看看新闻网 找我可以打球 还有我的爱情先言 其实很简单 在合适的时候 合适的地方 遇到合适的那个公主 然后我爱她 她爱我 我可以陪她一起慢慢变老 就知足常乐了 真的 其实你走下来的时候 我就想问 陆老师 这么帅的银行理财贡 果不其然还兼职做演员 对 参加过哪些这个演艺活动 拍过很多条广告 最近有放的是 Windows 7 然后必胜科 还有百事七夕等等 越看越像 是 越看越像 有什么台艺经典 可以展示给我们呢 一带来一首 知足 希望在座的朋友 大家知足常乐 来 邀请 当一阵风吹来 风筝飞上天空 你了你而祈祷 而祝福而感动 终于你身影消失在 人海尽动 才发现 笑着哭 最痛 一身 一身 亮晶晶晶 南天都是 小事 一身 来 76票 有请来到台中央 好 我看见他走下来的时候 各位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因为他的阳光感染到各位了 我们来看看这位帅气的小伙子 他喜欢几号女嘉宾呢 来请在E-Life手机上按下 新衣女生的号码 这是个秘密 你最不信任谁 这个人今天命中率挺高 来 女嘉宾对他印象如何 男嘉宾你好 你给我一种就是混血加ABC的那种王子感 然后用上海话总结一下 就是枪丝哈牛 脉相哈铃 感觉哈好呀 谢谢 我脚软了 跟你们说的 好的 刚刚听男嘉宾的名字很好玩 叫真杰 我一想到什么真杰烈女之类的 我来解释一下 真杰呢 真是达到的意思 杰顾名思义是杰出的意思 那我的父母可能希望我 达到杰出的境界吧 你好呀 我觉得你长得很有幽默感 有点像那个成长的烦恼里面 那个Michael 特别搞笑 对 好笑 好笑 男嘉宾好帅哦 我觉得他帅得特别与众不同 就像是假人一样 就像我妈妈说的 像这样的男生更适合做男朋友 不适合做老公 其实最主要我投给你的原因呢 是因为你的声音太过于作作 可能我自己个人觉得 我hold不住这个气场 我倒是建议你可以到台湾去发展 因为很多台湾的客户和名模 他们都是这样 我就爱上海 我出生在上海 身是上海的人 死是上海的鬼 男嘉宾 你好 你的鼻子好挺哦 是真的吧 如果是假的话 我觉得是整容失败了 因为我的鼻子有个尖 有个尖 有一点 就是俗称的有点小阴沟 侧面看更帅 好了 谢谢各位女嘉宾的评价 那我们也通过VCR来了解这位帅哥 大家好 我叫萧真杰 今年25岁 来自上海 然后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呢 是一家外资银行的理财顾问 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周末会约上三五好友 到周边近郊去自驾游 比如说到马场 去骑骑马 或者约上三五好友 去打打高尔夫球 打打桌球 打打篮球 踢踢足球 反正一切体育运动 我都非常喜欢 这次来到节目呢 主要我想找到我的另一半呢 他可以做一手好菜 那管住我的胃 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 会经常陪一些客户啊 去吃饭 会去交际 所以很少在家里吃饭 那我希望偶尔呢 在家里 我的另一半 可以为我烧一顿好菜 那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我这个人比较重视外表 因为想下一代的 可以继承一下优良传统 可以长得帅一点 或者是长得漂亮一点 所以对女嘉宾在外星上 有那么一点点的要求 其实也不是需要 有多倾国倾城 只要看得舒服 然后也亲合力就行了 我找的女友一定是同城的 不允许跨地或者是跨过 这样子会真的是 恋爱起来很很艰难 非常艰难 小天这些呢 这个脑子 有点像双合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是扮演得比较感性 但是他现在从事的 这个理财产品 能看出他一些 非常理性的一面 以及非常细致的一面 那也希望我们现场的嘉宾 不要放过这样一个 又帅又有上进心 而且有车有房的好男儿了 跟大家赶快牵手吧 看完VCR 其他还是没记住 就是个帅哥 照片也帅 然后图像也帅 而且也不避讳自己的要求 因为自己长得帅 女孩子也得漂亮 所以来摆里条因 咱们这都是美女嘛 来看看扑克班 还有哪些补充信息 难怪他说 他是搞表演的 他是上海师班大学 表演专业毕业 现在在新加坡一个银行 当这个理财顾问 年薪40万 这有点奇怪 一个搞表演的 又不是学金融的 你怎么就能当理财顾问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拍广告赚了第一桶金 然后我会有自己去炒股票 然后慢慢地去研究外汇 然后通过股票赚的钱 我开了第一家 我的自己的餐厅 那我觉得是一个 循世渐进的过程 你天生就特别会理财 就会投资 我也是去学习的 我特别注意 他服务这家银行 是在新加坡 最大的一家商营银行 曾经参加过 加油好男儿的拍摄 现在还拍过 上买条的广告 接受姐弟恋 曾经为这个女友 在巴厘岛 还放过烟火 那你够浪漫 你这个浪漫 会征服很多女孩的心 大伙都希望 能够有这样的浪漫 是啊 我现在那么努力 那么努力地去奋斗 是想在50岁之前 可以提早退休 然后带着我的另一半 带着我的父母 带着我未来老婆 老婆的父母 去环游世界 最后一张牌 他说喜欢善解人意的女生 最好一个眼神 就能够彼此明白 需要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那样子 是的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你一下 因为你做这份工作 应该就是蛮忙的 然后你说 你有看餐厅啊 拍广告 你平时是不是 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啊 或者陪伴家人啊 什么的 我那个理财顾问呢 其实就是提供 最好的理财产品 和资产的配置 来告诉客户 你应该怎么做 其实平时 可能电话沟通一下 然后是约出来吃饭 然后把产品的说明书 结构 发邮件给到他 就OK了 然后餐厅嘛 因为经营了 也有一阵子了 所以也慢慢地 步入正轨了 还有广告这一块嘛 因为平时 客户和导演 都基本上 会认识到我 所以看一下照片 然后再见一下本人 是不是符合 他们这次 他们的主题 通过这一段时间运作 你觉得时间能协调好 我 我很累 真的很累 其实我完全可以 不做银行这一块 那我是想说 我要给我以后的 另一半安全感 那我必须现在 努力奋斗 拼搏 男嘉宾你好 我们身上有一点 相似的地方 因为据大家所了解 我也是 一开始做 兼职的平面模特 因为我想先完成 我原始的资本积累 然后同样 我在做证券经济 然后这点我们很相似 可以交流一下 对 而且不管你提出的要求 和我之前择偶的要求 都非常非常地匹配 这个 那就没说了 站起来给他看看 完成自己的心愿 好 及格了吗 也太谦虚了 那哪是及格的问题 你无感觉也太谦虚了 迷倒一大片了 真的 觉得超过我所希望的 我有些 不知道说什么语无伦次了 如咱们来个双结恋 双结 赵结 关注一下 只要不是双结棍就行 这个赵结这一番话 真的说得我们 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了 因为这女孩 平时拒绝人做反感 很含蓄的 对 而且还每次说一个 我是个慢热型的人 我基本上不相信一见钟情的 当真正感觉对了的时候 其他的都是浮云 真的 你可以抛弃一切的标准 你听见音乐了吧 明天可以结婚了 你好 你好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动物的人 然后我刚才又仔细看你的VCR 是你家养的泰迪 对 我也有一只叫Superman 公的母的 公的 完了 只能做兄弟 可以做兄弟 国家太低属了 就是说 我们可以让狗狗们牵手一下 我家狗狗长得很漂亮的 肯定可以产出漂亮的混蛋 对 好 还有人吗 那如果没有咱们投票 会给真结投票的 各位请准备一下 来 三 二 一 好 那接下来是你了解女嘉宾的时候 你想了解哪个女嘉宾 请选择VCR来自己了解 那四号女嘉宾吧 温馨 我现在是26岁 是一名财经记者 我之前主持过时尚类娱乐类的节目 我的工作经历还是很丰富的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不要太宅 希望他可以热爱运动 喜欢跟人沟通 是一个快乐爽朗性格好的男生 我希望在百里挑一的舞台上呢 我也找到我的真命天子 好 接下来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了解其他人 我想问一下赵洁 那如果以后 赵洁你没看一种期待的眼睛 瞪得很大了 等着呢 应该等才问到 如果以后我经济实力OK的话 那我希望找到的另一半 她是个全职太太 当然你可以去工作 但是不要太辛苦 可以一周回来给我做一到两次 可以给我做顿饭 然后可以照顾小狗 然后我的父母 可以吗 绝对OK啦 有一点问题就是说 我在武汉长大的 可能不会做上海菜 但是做饭还真的很好吃 好 那接下来可以告诉你 刚才一共有四张扑克牌 为你翻开 所以你有提出 四个基本要求的机会 请提第一个要求 经常要去酒吧喝酒 不是去应酬 然后纯粹是为了玩的 请自决关牌 应该没有 来第二个要求 最后的重磅炸弹 就是太作的 然后脾气也很火爆的 自决关牌 有人冒起关牌 还真有人关了 其实男嘉宾应该知道 小作移情嘛 其实我本身觉得 我还是有一点小任性的女生 小作可以忍受 但是如果她错了 她也是要哭着闹着 说一定要我去道歉的话 那我会觉得 做男人应该大度一点 但是不能没有底线 因为有了第一次 会有无数次 这个我也有 好 现在还有两张扑克牌 为你留着 那就是温馨和赵洁 有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之前对你的心 也不用说得太多了 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也很希望 我的另一半也是 能够通过眼神的交汇 就能够读懂对方 你给我一个机会 对视五秒钟 我们找找感觉 是否能够心有灵犀 好 来 谢谢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对视五秒 在看见人世的伤心 干嘛 笑 自己看不下去了 才两秒钟晏 好像你的眼睛会说话 赵洁方寸大乱 好 看过了 来 过来回位 当我们相聚那么近的时候 你是否有心跳加速的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遇见一个这么漂亮的女生在我面前 然后又这么真诚地向我表白 我真的也是心跳加速 但是其实我心里有了另外一个她 可能就是真的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遇到了一个合适的她 我们没有说话没有交流 真的只是一个眼神 我对她所吸引了 真的 抱歉 不要说抱歉 我给一个祝福的拥抱 我想说 我爱它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最难受的不是赵洁 是温馨 因为温馨还没有表白 就已经听到了这样一番拒绝赵洁的言语 所以心里可能在嘀咕 那对我又会说什么 对 温馨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什么也不说 走回去 我还是说两句 我其实想说 真的站在我这个地方 我真的 我不笑 真的是哭笑不得 其实你们两个 我心里 我现在有一份 不知道哪里来的会求感 感情这种东西 其实是不勉强的 真的 如果你觉得 就是 你觉得坚持 你的坚持 无所谓 两位一定要幸福 好吧 那既然她已经 尽力了一个选择 坚持她自己的选择 那我们就为她祝福 好吗 二位请回 你们一定会找到 你们的幸福的 谢谢 那我们先要问 真姐 你是否还想 向刚才你选择 这位女生表白 刚才拒绝了两个 那么出色的女孩 我要让她知道 我对她第一印象 真的很好 真的有一见诸情 好 那我就会向大家公布 她选择的的确是四号 关心 来 关心 有钱 真的是全角于到爱 我在三楼去倒水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 你在聊天 那我不是故意去偷听什么 然后你说到 你是做记者这一份工作的 然后平时比较强势 你有提及到 我喜欢的男人 是比较有主观的 你说 我问她如果我想吃饭 她如果跟你说随便 那你会很生气 那我刚好是 我觉得我们性格上 可以互补 你不仅有漂亮的外表 然后还有强大的内心 谢谢 我常提及到外表这个问题 我相信因为你很帅 所以你对另一半的外表 也有所要求 但是对我来说 最浪漫的事情 就是可以和我的老公 一起慢慢地变老 然后我很欣赏一首诗是 我爱你年轻时候的容颜 但我更爱你 被岁月摧残过后 皱衡累累的脸 这是我的爱情信条 你现在很帅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 五十年之后 你不帅了 你有了余伟文 你有了老林班 我还是可以一样爱你 我甚至会更爱你 我们可以牵手看夕阳 这才是我最欣赏的爱情 但是你一直把外表挂在嘴上 这一点让我觉得很不可接受 我在这也没有 希望可以跟你马上牵手 你让我现在马上告诉你 我对外表不在乎 那我觉得我是在骗你 这不是真话 这不是真话 我希望是真正把我自己想什么 然后把我的想法直接告诉到你 你可以接受 那是最好的 你的电流我接受到了 我希望我们两股电流 可以成为一个无爱 谢谢 好的 谢谢 来 握握手 好吧 真姐 那也只能跟大家说再见了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心